各位網友好,我是盧斯達 我的節目是星期三十時的盧斯洞眾 希望大家踴躍用月費支持 你的支持對於我和MyRadio都很重要 請大家每個語行去解囊 多謝大家 未交的話,就請到myradio.hk節目月費收費表 挑選你想支持的節目 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節目月費計劃 預購方法 請親銀普羅政治學院支付現金或支票 存款於普羅政治學院東亞銀行儲蓄戶口 並將入數指副本電郵至圖中地址 電郵須清楚著名購買 襲擊梁振英 一書 購買數量、姓名及聯絡電話 將滑線支票 抬頭請寫普羅政治學院有限公司 由機支普羅政治學院 並著名購買 襲擊梁振英 一書 購買數量、姓名及聯絡電話 天天天南 主持 謝爾芳 宋景輝 錢建榮 張三 中文紀詢 張三 曉分 張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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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美國能夠見到什麼級數、什麼層級的人都不知道 只不過是邀請了紅手出訪 特朗普的行徑就不是我們可以常理推到的 特朗普和杜特爾特的菲律賓總統都是這麼奇怪的 今天我先看新聞警告大陸不要亂來 否則給顏色好看 這些瘋子的人說的 上次他拿了92億 再恐一恐他 是不是有92億 之前的議員說要跟大陸開戰 不過是想不想什麼 你說不好呀 你贏了怎麼辦呀 你怎樣養他們13億人 這真是很奇怪 這頭美國人又得失美國人 我們不要搞聯合軍演 跟大陸又示好 大陸又給了幾十億 就抽了印尼和馬來西亞的援助 故意成筆錢就不給他們了 拿出來給你 你先用著吧 這頭拿完那幾十億 陰加產那頭又 這就是我們以前春秋戰 戰過的時候的中環家 這真是厲害的 你猜不到 這些瘋子的人出牌就很難理解 特朗普可能都是這類人 我覺得他們的政治智慧其實都很高 不知道 即是可以玩到盡 他們可以玩那個手段很盡 總之我就跟你說好處而已 拿完好處就關不夠事 不是的 拿完可以再拿的嘛 這次紅修柱訪美會不會有變數就不知道了 前總統馬來西亞又被大陸打壓了 台灣前領導人 搞到應該很沒人 自己掛個牌 台灣華人領導人而已 華人領導人 他本來是叫做台灣的前總統 前總統都接受的 因為你ROC台灣 他都接受的 但是用華人領袖 變了這些人沒有身份 華人領袖李嘉誠都可以 他唯有自己做個牌 自己做國旗 出來開招待會 即是數夠大陸 當然又被陸營酸 你八年裡面 跟大陸的關係最好了 現在你都被人打壓了 這個打壓 多多少少是被陸營酪的 這個我這樣看 現在台灣跟大陸的關係不好 所以馬英九沒有理由善待你 所以都累到他 所以他一轉就轉到美國 魚獄春風 去到美國自己家鄉 去到洛杉磯 去到洛杉磯 有國旗的迎接 所以都令到馬英九去到美國 又有神跑 一度都跑步 跑到他那麼開心 始終 中華民國今天 今天這樣的時局 老實說 就不得不靠美國 你說他抱著美國 巴巴的大腿也好 什麼狗也好 事實上他真的不可以離開美國 那麽好像講到南向政策 剛才我們開始講的那個世界樓台大會 那些東南亞的校友代表說 現在那個國理港新南向政策 你新加坡代表 你新加坡代表 新加坡代表 新加坡代表 半年三個 半年三個 說三個而已 三個沒有一個入土境 沒有一個可以到任 即是都未曾批你 第一個 罪嫁 不關人家的事 不是都關人家的 你不要來 你罪嫁 第二 不批第三個 不讓他拖 拖我們 現在還未批 好了 講到新加坡 我們又講講那幾架 裝甲車 九架裝甲車 這麽奇怪的 我猜到現在 我不知道資料是怎樣 應該就是在新加坡 就運了過去 台灣 可能演練 很多人都不知道 其實呢 新加坡 即是地方小 他們在那些軍人 有個星光計劃 星光演習 這個在那裏 新加坡 好像香港那麽多 即是地方 用到的地方 沒有香港那麽多 香港還有青山牌牆 那那些軍人 怎麽樣去練習 是新加坡空軍的 那哪裏訓練呢 一飛就領到馬來西 大佬 那那裏 原來幾十年都在台灣 即是台灣幫新加坡訓練軍人 那你在台南 久不中看到那些穿得很聰明 很靚的 即是出來形成外國中華民的空軍 出來學製補形的 選擇過的嘛大佬 那你見到那些軍人 又不是我們國軍來的喔 原來是新加坡的 原來他們很多的軍事訓練 是移了去台灣 因為這個星光計劃 就是台灣和新加坡合作 即是說因為新加坡的地方太小 例如高山 綠平地 天空 他都沒有這個地形 沒有這個環境 給他訓練 那就是借助台灣的地勢 幫他訓練 這個軍人 所以呢 這幾個吉普車就是英 我估計 裝甲車 裝甲車 裝甲車就是新加坡運到台灣 去用 用完之後就由台灣運到新加坡 經香港 以往一直以來 我估計這條路線都是這樣走的 這次就說是先經了廈門 去到廈門都沒事的喔 來到香港 現在大家都看報紙了 其實我在廈門動你 就擺明跟你不妥 現在去到香港才動你 香港就算境外啦 待會我再講故事啦 香港動你又不關我事 所以會搞到 這個也是打蔡英文的一巴掌 以前一向都沒事的 另外也是因為李顯龍 前兩星期也批評過大陸 所以兩岸關係的不好 就會導致很多這些古靈精怪的東西出現 日後還有很多東西 那這次就找了香港做磨心 香港沒有人是磨心的 那你很簡單的 你執政來做新加坡 你一樣執政來做 新加坡你不是出公文來說是你的 你來香港你將來有什麼 新加坡專員工處在香港 都馬上聯絡香港的 那這樣就誇行啦 現在都是在交涉 現在牽涉到外交層面 又跳過香港政府 這已經不是香港海關的事 因為現在也是大陸自己捉蟲 你一個釋法 外交層面 新加坡政府出面的話 已經不到香港政府 那就是政府對政府 大陸政府對新加坡政府 要談這些 香港有一個搜查的 查過沒有東西了 那就報上去 現在放不放在大陸的事 至於交不交給新加坡 可能最尾的結局就是罰錢 因為船公司是為賴 首先如果不是他不會依法撿到你 可能船公司就為賴 總之就找一個加內給你 因為現在針對貨主是新加坡政府 新加坡政府一出聲的話 那你已經是香港理不到的 你香港的政府部門罰不了他 當然 就是你用這樣的道理 就是用外交層面 我壓下來了 那你就罰他不了 但是來講 就是在那個 我猜 就是大家都是斷猜的 因為他這次海關調查你 因為那個 是批文 你用一個普通的商船 去付運的時候 你沒有報關 因為經過都要報關的 就是要申報的 特別是你軍事用品 那你是沒有申報 那他就因為你沒有申報 所以他要扣價給你 法律上是對的 法律上是對的 那他扣得你之餘 他當然可以罰你錢 那這個呢 看看最終 當然你說 喂 大陸 大陸方面 跟新加坡談好了之後 香港放行 那你都要找個理由 就是讓香港政府 這個特區政府 有些落台街 是不是 大陸政府不需要你回香港政府 漏報文件就可以了 漏報文件就可以了 我覺得又不是很大件事 不過就是從這件事可以看到 大陸就簡直是對你這個 這個蔡政府 就是豬多刁欄 因為這個星光計劃 有些報紙寫在那裏 就說很秘密 其實這個 其實這個 我讀書的時候 別人都知道的 不要去就起我們 張化附近那些 已經是見到他們的 新加坡那些軍人 穿得很型的 那些是不認識的 那些人才說是秘密 秘密 這個公開了 當年李光耀總統 李光耀總理 跟蔣經國先生的一些交情 甚至更早的 我們老總統的年代 已經是談這個星光計劃 來訓練的了 新加坡立國以前 他的軍隊 未去台灣訓練的時候 以色列也幫他手訓練的 你不要一個機密了 搞到我變成國家機密 完全不機密 完全不機密 完全一點都不機密 好了 我們又跳去福興航空公司 福興 無咎啦啦突然間就說停飛一天 上星期一 結果就是 執勾了 結業 不再玩了 宋兄你講講 為什麼無咎啦啦會這樣 那麼最主要公司冠冕堂皇的說法就是 即生意不好 天天都在虧本 打開門口就不見一千萬一天 那麼就商業決定 那麼其實是不是真的商業決定呢 當然是生意不好的事實 但是也都是關乎蔡政府 那麼旅遊巴司機自殺 那麼就在台灣來講 已經不是一個新聞了 已經 一旦燒炭 燒炭 所以呢 即復興 為什麼要倒閉呢 因為本來他是國內的航空公司 即島內的航空公司 去金門馬祖啊 澎湖啊 這些地方 但是隨著兩岸的開放之後 他就競爭競逐這些叫做 兩岸的國際航空公司 就 鑽飛大陸一些叫做二線城市 都不二線啊 都不二線的 上海昆明那些他飛到的 沒錯 為什麼呢 上海昆明啊 北京這些叫做一線啊 一線那些有大公司跟他競爭 所以他是走這個 就是所謂二線 二線一點的 沒那麼繁忙的 的城市去競爭 當然他飛日本都有 是不是 飛日本 飛菲律賓 這些包機 那些航線都有 最大的影響呢 就是大陸的航線 萎縮 所以呢 就導致到他最近一年裡面 那個生意下跌 下滑得這麼厲害 其實就是這個一其一啦 另外就是連續兩單空難 這個也是 都幾傷害的 這個 這個13年和14年 分別兩架飛機 跌下來死了九十多人 變成了那些人又對 那些人又對 複征航空公司的飛機 又有戒心啦 所以呢 現在年頭都在虧了 不知道多少十億 這樣 那 最大的問題呢 那 他在未停飛之前,無論如何有很多銀行,例如兆豐那些銀行,突然將股票拋 是不是有內線交易呢?真的不知道,現在正在調查 一直以來,復興航空是被人看淡的,很多記者都問會不會倒閉,會不會減斑,而復興航空都說沒事 但這條件事沒事,那邊有很多拿著股票的人,有內線紛紛拋搜 還有一個很奇怪的事情,停飛前一天,復興的人都不知道 他們後來收封,怎樣收封呢?原來華航那邊就出來說我們要加班 加班什麼原因呢?因為有人停飛 老闆,一直追下來,很多事情就很奇怪了 當然有些人要問,你交通部知不知情呢? 不知道 交通部也說不知道,要知道就被人打死 但很多跡象,交通部就沒理由不知道 你作為交通部,因為他每個月都有個月報表給你 他的生意額,人數等等,你都掌握到的 究竟他還好,停飛 這個停飛是什麼意思呢? 我明天說停飛,例如我明天說停飛 我今天宣佈,是到下午五、六點鐘才公佈停飛的消息 之前一直有人在問的 記者一直聽到那些風,一直在問是否停飛 傳了整天的 是不是倒閉,不是,都是不說 直到五、六點的時候就說明天停飛一天 好了,停飛,那些人就問,停飛一天之後繼續開 我們明天會開董事會 好了,結果開完董事會之後就決定 一個人開董事會就知道是大劑 倒閉 倒閉的理由呢,第一,就是剛才剛才所說的 蝕水,因為都 很多因素,幾樣因素 總之人數不夠,有蝕水 另外就說,因為他們覺得我們現在的資產 還可以抵消得住現在的負債 就是說呢,我現在拿著二百多億 還可以支付那百多億的譬如遣散費 人工、租金、銀行那些 即是做一個負責任的經營者 即是說我還可以有錢給這些 如果我繼續經營下去呢 我連這些債都給不起,就更糟糕 所以在這個時候就決定倒閉 這個當然,如果在商、延商 也是一個好的,如果這樣看來是一個好僱主 起碼是好的經營者 台灣又不知有沒有破產欠債基金 你家公司倒閉了,那我的遣散費 我的薪金在哪裡拿 香港還可以跟勞公署 勞公署還有一個破產欠債基金 也有,但是台灣不知有沒有 我的錢會跟誰拿呢 到時又要好像那些道路收費員 如果見過幾年之後才能拿回那些錢呢 從這方面看,他的確是一個好僱主 你搞錯,那個是拿額外的錢 即是道路收費員 我不是說那一部分,我現在說回復興 這個就是一個好僱主的做法 但問題,裡面,剛才我提了 那些拋空股票的人又怎麼搞呢 清乾水暖就跟鴨鮮痴 那這些當然有內線 我先告訴別人 這個在全世界的證券市場裡的交易公司裡 都是有這樣的條例 禁止無線的交易 你到時你證監所那些一查 那人家可能看到蛛絲馬跡呢 豬絲馬跡可以在前一陣子,譬如我今天宣布停飛,前兩個月已經有人拋,我覺得是正常的 我今天說前兩天已經開始拋幾百張,一手兩手,一張是代表什麼意思 好像香港一手兩手,拋了幾百手,然後每間銀行全部拋,拋了幾千張 我的朋友在台灣負責幫客人下單,簽了錢去幫客人做責任 那時阿扁選了阿同,連戰爭那次,他想著我不做了,不做負責任,我就先賣掉 你以後接手那點就等我搞,他就星期四拋了,星期發生什麼事 兩顆子彈,然後星期六損傷,星期一股票大跌 那些客人真的當他因人,你真是神算子,星期四拋了,可能真的這麼巧 巧一定有些巧,我們不可以說全部都有內線交易 但問題是,這麼多間銀行一起拋,這個才是神奇 但是,我們又要這個所謂疑點歸於被告,那些銀行這樣拋法,證監所會不知道嗎? 他不會查的嗎?一定會查的,他為什麼可以無天下之不位 夠膽在前兩人裏面拋售這些股票呢?證監所為你一看,肯定內線有人通水給你了 但是,為什麼夠膽呢?他真的不知道了 這個就是,所以就是說,也都這樣說,突然間這一兩天有人拋售 而公司也都沒有消息公佈發生什麼事的時候,證監也是猜的 然後第三天,你就公佈要停飛,證監就會看回之前的數據 喂,是不是有人通水呢? 你惡意這樣做呢? 香港一定會查,很多人不公佈,其實香港這些一定會查的 台灣都說了會查,台湾都說了會查 即是第二天,他們宣佈了停飛之後的第二天 那些董事董佐全部都去了證監要報道,約談 問題是,你明知一定會被人約談,你都會做的話,是不是真的… 喂,我真的純粹巧合而已 或者人家厲害,陳順子,或者看到報表,然後看到訂餐 你解釋得清楚就可以了 董佐的弟父就因此而被董佐訓斥 他的解釋就是,見人賣我就賣咯 即是那種富裕的說法 其實在這件事件裏面,復興航空在台灣來說 都算是有過一段輝煌歷史的 那問題是,我和宋英都坐過了 在台中坐到台北,第一次坐國內的飛機 那次我相信我和你也是第一次的了 以往都沒有坐過 因為我們在台中有一些事,找一些律師 我們跟著就走了,我們坐飛機去台北 那律師就說,哇,你們敢坐飛機的 我從來去台北,我不坐飛機,一定坐火車 那時候還沒有高鐵 所以我們被客人兩下,我們坐飛機都很害怕 那時候坐飛狗,火車兩個半小時 火車和飛狗,我們就大膽到要坐飛機 那律師還笑我們 高鐵起之前,這些國內航機都能夠輝煌 例如高雄去台北,台中去台北 坐旅遊巴兩個半小時,高雄差不多要四五小時 你不要先塞車,都是一個很折騰的事 飛機飛過多小時,一個小時都已經到了 雙螺船長 高鐵起好之後就很糟糕了 現在大陸一樣,大陸的飛機一樣 是比高鐵起好之後就很糟糕了 所以高鐵對航空業是不可避免的 但這個也是無可避免的 當然 所以復興航空的倒閉,其實我認為比高鐵類 都是其中一個原因 更多原因是其中一個 我覺得這個原因大過所有 剛才你們提到的,因為怕飛機跌下來 或者大陸的客人少了 我覺得高鐵的影響最大 綜合這麼多的原因裏面都是其中一個 我想說他的輝煌史 除了當時沒有高鐵年代的輝煌之外 比較什麼遠東等等這些輝煌之外 其實他曾經當時跟印尼的政變都有關係 因為當時國民政府跟美國 應美國政府要求 運送軍火去美國介入印尼的內戰 所以在1958年的時候 中央情報介入印尼內戰的時候 也委託過復興航空運武器去印尼 這是有一段歷史的 當然復興有他自己輝煌的歷史 歷史又沒有完成 當是歷史又沒有完成 譬如我們去台北飛金門 飛去澎湖、馬祖 復興都有飛機 現在受影響很多人 所以華雄就出手 就說我們唯有加班 吸收這些苦主 義務出手 令到旅客要先放心 因為網上其實停了 網上訂購飛機停了2、3個月 一直是維修中 但是在航空公司買的飛機 買的航班是還有的 所以這一群人影響幾千人 所以這一群人 倒閉了 我怎樣拿著飛 華航和長榮 華航和長榮 幾間航空公司都聯手幫忙 老實說 你說幫忙 我又不相信是完全幫忙的 當然是大廣告 用少許的成本 時間差不多 時間結束 剛才經常講國內飛機 昨天兩位見過Facebook 都有寫國內 香港人經常學大陸的那一套 內地 國內 我想問一下大家 你說內地 我們香港是外地來的嗎 如果大陸是國內 我們香港 你真是搞光獨 香港是外國 國外 最離奇 為什麼我在Facebook說這段 因為昨天晚上 我跟一位外國人聊天 紅蘇綠眼金頭髮 他講國語 比我標準很多很多 因為台大中文是畢業的 然後去了北大再進修 現在住深圳 香港上班 香港多久 十幾年了 那你廣東話懂不懂 他說 因為我現在住國內 上班 講英文 所以不需要用廣東話 我不懂 我說 一個紅蘇綠眼金頭髮白人 跟我說 深圳是國內 我們大陸什麼時候被外國統治了呢 鬼子佬也被這個匪語 我不是這樣想 什麼時候解放了大陸 貴佬 變成他們國內 各位觀眾 你真的不可以我前面說什麼內地 不要跟我說什麼國內 不然我真是直斥食其非 這些都是匪語 大陸的大陸 不論你毛澤東 你鄧小平都好 他都是叫那個大陸 他不會叫內地 不會叫那個叫國內 現在麻煩大家搞清楚 大陸其實沒有什麼特別 才是一個地理名稱 好啦 外面適合 我們都要說 拜拜 你兩位下個星期就去得 行得 開開心心 去得開心 一路好走 好啦 拜拜 再過兩個星期見 拜拜